調查研究 你發現人在這個順利的情況之下 多數都在想著自己成就 自己的喜歡別人欣賞自己 自己的再有多少努力 可以再有多少的利益 得到一些什麼 但當一個人在逆境的時候 特別是失去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包括健康、財富 特別是在臨終的時候 常常就會想到他周圍的關係 他是想彌補一些過去做不到的 沒有做的、虧欠的 應該做的 怎樣能夠更加加深的關係 以及享受那種的關係 耶穌基督在執自駕上受苦的時候 他也是想著一些關係 但他不是想著自己的關係 而是想著別人和自己怎樣看法的關係 而是關心是神和他之間的關係 神托付他要完成人和人之間的和好的關係 但是在我們默想十下七言的時候 我想請大家留意這裏 就是普世的人與神和好的關係 並且他想到不是一次過的救贖 而他要完成的 是人永遠的能夠走下去 是同神來到平安的相處下去 我們今天要思想的十字架 對於人來說是一個終結 是羅馬政府審判那些死罪犯的一個的刑罰 所以對於生命來說是終結 但是從聖經的角度 神的英拒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矛盾 亦都有一種好像雙重的意義 有些是公開的 我們明白 但是後面所隱藏的 要讓神慢慢的來彰顯 十字架是一個苦難 這種是公開的 但是對於聖經特別寶羅所說 是神的能力 這個好像一個隱藏的信息 要我們慢慢的去經歷 去體會 以致我們能夠在世上 作神一個美好的見證 神的榮耀藉著著我們來彰顯 所以當保羅說十字架的信息 對於那些走向滅亡的人是愚蠢的 是死亡的 是罪犯的 是刑罰的 但對我們這些正在夢拯救的人 是神的大能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是神的大能呢 為什麼是神的大能呢 因為在這個人的最痛苦 最低微 好像最罪惡最黑暗的時間呢 原來這個時候是彰顯了神的榮耀 彰顯了神的作為 完成了神的計劃 這個完全不是我們在世界上 得到的那個意念那個的自信 我們要仔細思想的時候 可能退回頭 十架七言 我特別是來到集中在最後的幾句說話 用約翰福音呢 來帶大家去看看神的能力 和耶穌所完成神的計劃的時候 然後彰顯祂的榮耀 對我們有很大的祝福 第七章呢 在三十七至三十九節講到 這個是住棚節最後的一天 是最隆重的那天 耶穌就高聲站著 誰如果喝了 到我自己來喝吧 信我的人正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剛喝 他講這些話 就是指人要接受聖靈而講的 因為那時勝利沒有降臨 耶穌還有得榮耀 大家留意 耶穌有這種活水剛喝的祝福 不是我們人要整個工程 整個水閘 閘了很多淡水 然後就不斷供應人 這樣的功功遺跡 而是說這個活水剛喝 人的喝也是指著靈魂裡面的那種需要 不能夠滿足 是給神的靈來充滿 以致到人有一種的永恆的 常滿的這一種的享受 但是這個情況 要耶穌得到榮耀 才能夠讓聖靈降臨的 但是耶穌如何得到榮耀呢 我們看到 讓福音開始的時候 這裏是差不多37、39 開始的時候就講這個過節 在過節的開始 過著彭節 耶穌的兄弟對祂說 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 去加利尼去到猶大 讓你這個門外可以看到你所做的 因為沒有人想引人注目 卻在隱密的地方 他兄弟這樣說 是不太相信耶穌 是比賽 他說你想做大事嘛 我知道你想引人注目嘛 那你就不要躲在這個鄉下做啦 去耶路撒冷 猶大那個地方呢 甚至是過節的時候 那些人聚居 可能幾十萬 整百萬的人聚居的時候 你就做出你的偉大的言論 醫病趕鬼 等個個都讚賞你 那就可以成為 甚至可以成為 一個 叛軍的領袖 成為一個皇帝 但耶穌就回答說 我的時候還沒到 你們去吧 你們去 過節 猶太人應該去的 但我時候沒有圓滿 就是還沒到這個時候 我時候還沒 你要引人注目 要在這個節期 在猶太人很重視的時間裏面 我要被告他 但是聖經也覺得很有趣的 當他的兄弟上去之後 第十節馬上他自己上去 要說出來的 他是不是公開上去 而是隱密的上去 看到嗎 他兄弟說 如果你想得人的擁護 你就要公開 引人注目 但耶穌就剛剛相反 他是隱藏的 慢慢地完成神的工作 在第七章 有很多這些公開和隱藏的比喻 比如二十節說 不要憑外表評論人 要公公正正的評論 這個就是公公正正 就是看人家的裏面 要知道人家的品格是怎樣 這些是隱藏的 外表 外表 衣冠現在整整齊齊 人家看到的 拼著外表 他決定一個人的身份地位 身家財產 這個就是公開的 但這個是外表 二十六、廿七節 甚至 他说有些人领袖 有些人议论的时候 耶稣这个是不是基督 是不是神所命定的救世主 弥赛亚 我们知道这个人 是木杖约室的儿子 怎么会是基督 因为旧约圣经讲到 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哪里来的 这个观念 是有些在表面的公开的 还有下层的底层里面 有些隐藏的意义 人是不容易分辨的 神就是有些隐藏的心意 慢慢让人来到他认识 在《药方》第七章 这个时候还是隐藏的 耶稣是隐藏的 暗暗的去到耶路撒冷 当时耶稣在耶稣教训人 就说你们认识我 知道我在哪里来 但是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 差我来的哪位是真实的 你们却不认识他 这个又是公开了 我公开教训你们的时候 其实你们不认识我 隐藏的东西 你们以为 你们认识那个是上帝 其实你们不认识他 因为如果你们认识他的话 你就知道他差了我来 犹太人在这个时期 不信耶稣基督 不信耶稣是基督 是救世主 是弥赛亚 他们以为他们信神 公开的 但是心底里面 他们不明白 神是要借着耶稣来拯救他们 隐藏的这些意思 是有神一个含义的 是到第十二章的地方 耶稣说 谁如果喝料对我这里来喝白 第七章 第七章那段 要流出活水光河 在那些信的人 在他生命里面 是有一种活水光河 永远是不停留的 是象征着 这个神和人同在的时候 人有永生 有神的说话的时候 人就有神的同在 就有永生 因为神的灵 借着神的说话 使人是和神不断的交往 和好 不断的一起生活 但是那时候 大家记得 圣灵还没降临 因为耶稣还没得到荣耀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 道了对第十二章 就是他要在死了 然后神要荣耀他的命 然后他要被告他 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隐行的意思 就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的几句说话 我们就看到了 耶稣按照圣经的说话 旧约 预表他是基督 有限福音第七章 就是 谁喝了 可以来我这里喝 喝我 其实就是信我的人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的肚腹里面 流出活水江河 看到吗 他自己就说什么呢 我喝了 他那个喝 是代表着全人类的心灵的饥渴 而他所流的血 他自己尝过的酸酒 或者叫醋 是预表着 人要透过苦难 一些不好味道的东西 是变成一种甘甜的 活水江河的 那种的 抗泉水 那种的甘甜的 味道 耶稣自己就成为 活水江河 因为他的圣灵交给人 然后他就说 完成了 我喝了 我成了 然后最后一句 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天父 将灵交出来 他最后这三句说话 不是指着他自己说的 不是指着他的痛苦来说的 不是自怨自艾的情绪 他是在这几句说话里面 要告诉全世界人听 他跟神 和圣灵他们 同心合意的这个计划 要祝福全世界相信他的人 他喝了 就是代表信他的人 能够得到活水江河 但是经过宣走 是受苦之后 是得到这个祝福 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 将灵魂交出来 这个就很有趣了 我们一般如果同自己的说法 就是耶稣自己将灵魂交给天父 但是为什么他将灵魂交给天父呢 因为圣灵自己的三维一体里面 一个独立的一个位格 所以有一位学者 有一位学者叫CK Barrett 他指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法 耶稣基督将这个荣耀 将祂的灵交出来的时候 不是交给天父 而是将祂的灵 是一个应许交给所有信他的人 应验了《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所说的 耶稣并没有得到荣耀 得到荣耀的时候 后来在史德行中说 祂升上天 大家看主这样荣耀升天的时候 祂就说我升上天 就差圣灵降下来 所以耶稣将灵交出来的时候 是应许将圣灵交给信他的教会 教会就是弟兄姊妹 给我们知道 耶稣的受苦是神的能力 耶稣的受死是我们的盼望 十家七言给我们带到 耶稣基督那种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自己的思想 牺牲自己的情绪 都为了神和人和好的关系 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 resuscitation和resurrection 一个是复生 一个是复活 我们人世间很多可以复生的 例如我心脏停了 可能觉得是死亡 但是医生拼命的压 跌击的时候 我心又跳回 于是我又回头了 可以又再生活了 这叫复生 resuscitation 因为我继续有呼吸 我继续活动 但是我身体 我的器官 我的健康状态和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新的 反而每一天 一天会老化 是吧 继续是这样 拉撒路好像复生了 但后来他又死亡 耶稣的复活就不一样了 保罗说我们复活 驱体是复生 再来一次 因为这个驱体 无论延续多少次 都会终结的 我这个身体是衰败的 复活就不一样了 复活有重新的一个生命 是与神活到永远的 弟兄姊妹 在我们思想十架的时候 让我们这一日 明天 都是活在这个复活的盼望里面 神的能力 在耶稣基督的十架上面 那个的牺牲 和他所成就人和神的关系里面 是我们一个更新 一个新的生命 由你信耶稣的时候 心灵里面可以和神 永远的走下去 直到永远 耶稣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我们的人虽然死了 也要复活 你信这话吗 所以天父 我们信 因为你说过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 就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使我们不在饥寒 因为有圣灵的刺客 叫我们能够有活水旷渴 永远的滋润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直到永恒 有你的同在 我们就不再会寂寞 不再会有苦难 不再会有我们的生命的停止 感谢责命你 愿你保守我们 继续纪念 每一个主日 纪念耶稣基督的福活 直到见你的日子 祈祷奉耶 苏基督明 阿们